中午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9月14号的百歌舞报 自从我们把晨曝改为舞报之后 有许多网民私讯询问 各报头条的部分 经过百歌的内部考虑 从今天开始 舞报会带你一览各报头条 让你掌握新闻之余 也能够理解其他族群所关注的事 而今天 每一家报社的头条几乎都不相同 我们为你抽出几则重要的消息 首先 新中日报头条关注了教育课题 说的是 一群自称是被教育部遗忘的准教师 从假期失讯班毕业之后 却苦等一年 却依然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 不但不能成为正式的教师 连原本投身教育的热忱也大受打击 HTagMeToo是用于谴责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标签 新报头条就关注了此事 这个风潮如今也吹到大马 本地的性侵犯案受害者开始透过社交媒体 说出他们的遭遇 不过 社运分子和专家促请受害者报警 才是对付肇事者的方法 南商报头条给了大马清商环境大倒退的新闻 国际商业顾问公司TMF集团 在6月公布了2020年全球商业复杂指数 在77个国家当中 大马名列第九意味着大马经商的繁文鲁节复杂程度 排在全球前十 与2019年相比足足上升了16个名次 每日新闻头条讲的是 大马福利援助金的课题 政府把家庭收入贫穷限从980令吉 调至2208令吉 大马福利局就预计 数额也从16亿令吉提升至50亿令吉 青海峡时报则是关于疫情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大马三大活跃感染群 也就是拿堵城墙感染群 打活感染群和双膝感染群 都出现了医护人员确诊的案例 诺西山特别提醒前线 在处理病例的时候 必须严守SOP和依照指南 再来关注政党的消息 根据透视大马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陈信党副主席胡桑木杀 因为多个课题的理念和党主席 墨沙布不同 所以辞去副主席的滋味 这名消息人士说 胡桑木杀在两周前就已经向党领袖提出了辞呈 除了辞去副主席 也辞去杰兰丹州西蒙主席职 为党领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而根据了解 胡桑木杀对墨沙布的不满 包括不满墨沙布是名没有主见和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领袖 尤其在选择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或者是前首相马哈迪的课题上面 不过随后胡桑木杀已经对以上的传闻做出了否认 另外因为沙巴公正党在沙巴州选持获得上阵7席 而不是14席 沙巴公正党宣传主任新苏丁西迪也宣布辞职 但会继续忠于攻正党 最后来关注社会新闻 一名印翼魔多骑士因为在大道上上演特技 直接用脚控制魔多 手持饮料边齐边喝 他的举动遭民众拍下视频 上传脸书 引起热议之鱼 也引起警方的关注 这名骑士昨天晚上8点多就主动前往吉隆坡交警总部自首 警方也立即将他带回金马景区总部驻查 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尿检不过宽 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15-1A条文调查此案 并将于今天带往法庭申请延扣 今天五报到此 感谢收看